今天宣布新增了六例的境外移入 分别是来自印尼 美国还有菲律宾入境 其中有四位都是20多岁的印尼籍女性 从印尼来台湾工作 11月7号入境都没有症状 检疫期满前裁剪送宴在今天确诊 按留意50多岁的本国籍男性 今年8月到美国就学 11月陆续出现了疑似症状没有就医 入境的时候主动通报 在机场裁剪今天确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